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续来播讲《完蛋美国史》 我们接着来讲,李仙德在他的手机里所描述的当年台湾南部和东部原住民地区的情况 首先呢,李仙德他在书里就介绍了车城,那么在地图上也叫狼桥 这是当时台湾的汉人移民,在台湾最南端的聚集村落 李仙德在书里写着,这里大概有2500名居民,多数是福建移民 居民种植土豆、稻米、地瓜和少数的甘蔗,也从事渔业,并且和原住民做交易 车城这个地方呢,这也是当时台湾东港以南,唯一部属于原住民管辖的村落 这个地方往西北往南,不是广阔的山谷,就是矮丘 所以呢,肯民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数千人 万一他们和原住民发生冲突,原住民也没有制高点可以用 这里的廊桥湾很宽,东北季风的时候,平底帆船可以轻易地进出 车城人就发现了他们的地理优势,所以就像大陆呼朋唤友 一时之间增加了很多的移民,他们还引进了小型的枪械 虽然原住民也有类似的武器,但这里的汉人肯民呢,还引进了火炮 原住民没有火炮,所以呢,这里的原住民抗拒不了肯民的扩张 就逃进山里了 就这样,汉人的移民留在了平地,继续靠更正过日 阻止他们发展的唯一障碍,就剩下中央山脉了 那么山里的原住民和这些汉人肯民,基本上彼此相安 原住民也从来不下山去骚扰这些汉人肯民 但是如果双方抓到机会,仍然是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个 每年也有很多的死伤 车伤再往南的屯肯区,无论是混声还是纯粹的汉人 都必须向原住民纳供 每一百代米,要捐三代 不过原住民呢,在汉人纳供之后 也基本上能够让汉人肯民完全独立,不受干扰 在汉人村落里面,实行的是一套自设的管理规则 以父权家长制作为基础 他们对外关系上的唯一限制 就是原住民对这个地区的主权及所有权 在廊交山谷西边的山里边,还住着来自福建的肯民 他们移居到这里已经很久了 已经和原住民进行了大量的通婚 以致混血后代占了人口的重要比例 在这里呢,主要住着三类人 来自福建的肯民,大多数在山脊底部,开垦农地 那么在山谷中央呢,主要寄居的是客家人 而原住民则散居在山谷的东侧 形成了中央山脉山脚之下的村落 李贤德在他的手记里专门谈到了 在山脊之上的叫做舍寮的肯荒地 他说这里呢,位于车城以南两英里 住民大约是五百人,大多数是混生 男性相貌堂堂,女性身体强健 但外表上看上去就比男性要差很多,不具备吸引力 无论是男女都比较像是原住民 李贤德当时写道,他相信不出两代 汉人的成分将完全被原住民的成分所盖过 在李贤德的手记里,他详细地描述了罗发号事件 这在1867年年初,在台湾南部所上映的一桩悲剧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867年3月12日 美国籍的三枚帆船罗发号从汕头开往牛庄 在七星年触礁 船长航特被迫弃船 他和船上的船员分成两组,搭乘小船逃生 船长和他的夫人以及大副 三个中国人乘坐一艘小船 另外一名大副和七个中国人乘坐另外一艘小船 向北滑行 当天晚上,两艘小船就彼此失散 经过17个小时的滑行之后 第一艘小船终于看到了陆地 他们在一个小海湾登陆,坐在沙滩上 这时有一个原住民的夫人也在沙滩上 航特船长夫人给了他一点钱 用手指呢,希望他能够带人,想到他们去车程 这位原住民的夫人是嫁给龙栏社的土著 他所在的原住民社区跟外界呢,几乎没有来往 所以他并没有去找翔岛 而是直接入山 让他社里的那些原住民下来杀害并给抢劫了 这群遭到船难的美国人 根据后来调查的情况呢 才知道原住民刚开始根本不知道航岛船长夫人是一位女士 只是从他给原住民富人钱去找想到这件事情 推断他是个男的,是这伙人的首领 所以原住民到达现场之后 首先就是用长矛刺杀了这位船长夫人 然后用拔剑砍了他 只当割下他头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女的 原住民是不会割女人头的,觉得不值得动手 他们因为杀错了人,非常生气 就把船长夫人的尸体扔在原处不管 实验之后不久,才有两个土著的妇人来收尸 把船长夫人的尸首埋在了他们村庄附近的一棵树下 那么杭特船长和两名黑人同伴也都被原住民杀害了 同船的中国人也都死在了船长的旁边 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在灌步丛中射出第一阵枪声之后的混乱里 设法逃脱了 他一直藏身到黑夜,才翻山越岭,到了车程 六天之后,乘坐着船只到了达沟港 当时呢,伯洛德船长所指挥的英国皇家海军轮船 科莫伦号,正好在达沟港停泊 他一听说这桩屠杀事件之后 就立刻决定把船开往到南边的海岸 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还能够赎回那些还存活着的船员 3月25日上午,科莫伦号从达沟港出发 船上还有英国代理领事贾路以及达沟港的万巴德医生 那么科莫伦号先是在廊桥下矛 然后派人寄送了一封语气比较委婉的信息给原住民 希望能够赎回存活者 他们费了好大的功夫 并且承诺优厚的报酬 才说服了一个懂土著方言的汉人来做翻译 下午40多 科莫伦号在台湾最南端的海湾下谋 看见沙滩上有逃生艇的残骸 那些不幸的美国船员就是在这个地方登陆的 因为他们希望信差有多一点的时间向原住民报告 不要让原住民被吓到 所以整个下午并没有人登陆 26日早上9点救生艇小船快艇奉命准备 救生艇上有伯罗德舰长甲路领事以及当地的翻译 小船之上则有马西亚斯上尉和外科医生路卡斯 快艇上有莱德上尉和万巴德医生 前两艘船先划到了罗发号逃生者登陆的沙滩 第三艘小船停在距离沙滩大约30码处 奉命进行戒备 提防有可能发生的攻击 局面看上去比较平静 只有在距离沙滩300码的小丘上看到了原住民的身影 沙滩的另外一边出现了几只没有人看过的水牛 马西亚斯上尉首先跳上了沙滩 伯罗德船长接着跳上去 这会儿丛林里有两处传来了尖锐的枪声 距离它们不到20码 但是因为沙滩地形起伏 子弹并没有伤及到任何人 甚至船只也没受到损伤 从当时划舱枪所冒出的火焰 大概可以估计原住民所在的位置 但因为他们藏在农民的丛林里 根本无从判断确实的位置 由于原住民在暗处 所以伯罗德船长明知的决定 不拿自己部署的生命冒险 不要进入到丛林 去追击那些看不见的敌人 他命令救生艇和小艇撤退 命令快艇进行掩护 当时快艇之上的士兵不断地开枪 可以听到原住民的一些惨叫 然而原住民也开始快速地 向两艘小艇发射子弹和箭矢 击中输出 其中一地子弹从救生艇的两侧穿过 离伯罗德船长和贾路先生的坐的位置 只差几个英寸 那么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 罗巴号的美国船员应该已经遇难了 救援已经丧失了意义 所以回到科普罗号之后 伯罗德船长就决定向丛林里的原住民发起炮击 结果就看到一大群的原住民 逃离原来躲藏的地方 匆忙爬上了后面的山丘 从目测的情况来看 至少不少于50个原住民 在沙滩附近进行了埋伏 只不过因为英国人的警惕 他们的埋伏没有成功 在下班的李先德一听说这件事情 就立刻搭乘了 费米日舰长所指挥的美国轮船 亚实修罗号到达了台湾 来调查情况 李先德呢 败回了岛上民政和军事当局 也就是台湾倒台和台湾的总兵 但是呢 这些清廷官员 他们婉拒了美国海军 协助惩处原住民的提议 但他们也承诺 准备立刻加以严惩 那么李先德就决定 实地访查案发的地点 一来呢 可以确定中方信守承诺 二来 他也想搜集必要的情报 以便日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 能够判断中国官方 到底尽密进行惩罚行动 如果中方复原了事的话 那么美方将亲自报复原住民 就这样在阅历丰富 并得从1854年 就多次参与中方事务的 费米日舰长的陪伴之下 李先德花了十天 勘察车城和廊桥湾的四周 在勘察之后 回到厦门 李先德他这个时候相信 只有依赖着强大武力作为后盾 才能够谨慎地和原住民进行协商 才能够改变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方式 李先德认为 台湾南部和东部的原住民相间 过于辽阔 难以深入 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取得 居住在西海岸的汉人 和混声居民的协助 那么外国势力是不可能担心武力 逼迫原住民就范 这些汉人和混声居民 他们给原住民提供了 所需要的弹药和军需品 还有其他大量的补给 所以这两大族群 是因为互利而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台湾西海岸的居民 在清廷政府的压力之下 能够协助出面劝告原住民 停止对外国人的暴行 那么台湾东部和南部 大片充满敌意的海岸线 才能够出现和平和秩序 李先德当时还清楚地意识到 假如外国势力 没有得到台湾西海岸 那些居住者的协助 而想要单方面的降服原住民 那么外国势力不仅注定要失败 还会遭受严重的挫折 当时美国舰队的司令 费米日舰长 也赞成李先德的想法 不过呢 费米日并没有直接接受 李先德的建议 同年六月初 他决定亲自率领舰队 前往原住民的地域 执行清廷政府 浮衍了事的逞行工作 当时美国舰队呢 可以利用三种途径进行登陆 第一种呢 是按照之前 英方舰长 伯洛德船长所选择的 在归枣用碧山前方登陆 第二种呢 是在白沙登陆 这里呢 比归枣用碧山 更加适合于船舰停坡 原住民呢 也看不到登陆部队 此处可以轻易地走到 附近的大树房 沿请熟悉道路的祥岛 前往原住民的居住地 但是要想说服大树房的 那些居民听从指挥 要不就是彻底占领它 要不呢 就是在村庄的北方架上炮台 用武力逼迫他们屈服 第三种登陆的可能性 是在今天港口西的河口登陆 这是台湾东海岸南边 第一条河流 小船可以在这里停泊 那里并没有灌木丛 都已经被开垦成了田地 当地呢 还有道路 可以供军队和大炮通行 靠近这条河的河口 是原住民最紧要的村落 当时李仙德的计划是 在两个地方登陆 一个是在白沙 派出100名士兵 另外加上一小组 海军陆战队 后者以武力控制大树房 其余士兵 则是以环绕南湾的高牙 作为掩护 向原住民居住地逼近 等到这支部队 进入到原住民区域之后 控制住视野开阔的地区 另外一支200人的部队 可以在大树房向导的带领之下 直到港口西 原住民撞了村落 火烧那个村落 因为这个时候 原住民的全部注意力 应该集中于 在白沙登陆的美军部队 村落里应该已经没有战事了 等到火烧村落的任务完成的时候 土著才会有时间 赶回到村落进行救火 那美国人就可以安全地撤回到船上 按照这个计划 两组登陆部队 都可以能够在有道路区域展开行动 不需要付出严重的代价 就可以完成任务 一旦原住民遭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不出两天 他们就会请求大树房的居民 代为求和 非米日舰长呢 基本上同意李先德的观点 所以当他们从南湾回去之后 非米日就向他的上级 进行了机密报告 当中呢 他还建议请李先德的朋友 洋行派驻台湾的代理商 毕西林代为协助 毕西林这个人呢 他通晓台湾全岛的西部 包括从车程到大树房的汉人 和混声居民所说的汉语方言 他都精通 能够帮助李先德和非米日 搜集到执行计划 所需要的一些情报 但是非米日舰长的上级呢 并没有能够采纳 非米日舰长和李先德的劝告 他在计划远征的时候 并没有找这两个人商量 前往台湾南湾的时候 也没有带非米日和李先德随行 虽然他曾经询问过 英国驻达高港的副领事 贾路先生 万巴德医生 以及毕西林 尽管按照李先德所说 毕西林是最能够帮助他的人 但是美国舰队这位司令 却拒绝了毕西林的帮助 他反而接受了贾路的指引 但贾路先生呢 他对于台湾的地形一不所知 他只能告诉美军舰队司令 伯罗德舰长企图登陆的地点罢了 结果美军的舰队司令 犯了和伯罗德船长同样的错误 决定在对原住民有利的同一个地点登陆 结果呢 美军和英军一样 也被原住民击退了 其中一队人马在登陆之后 因为迷路 没有办法和另外一队会合 结果在炎热的赤道的交扬之下前进 很多人中暑了 但尽管这样呢 他们还是快速的登上山顶 那么在山顶附近 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叫做麦肯金上校 他决定立刻向原住民发起进攻 因为他认为越是拖延 对他们越不利 结果在他们发起攻击的时候 原住民的子弹 正中这位年轻军官的心脏 他立刻丧命 副指挥官看到这个情景 觉得再往前冲 只会让这支部队全覆灭 所以下令撤退 原住民呢 也没有进行追击 在这次短暂的战斗之后 美军舰队的司令博尔 在1867年7月17日 写给李仙德一封信 在信里 对于当时原住民的战斗方式 有过描述 他写道 我们船只停火之后 野蛮人就按十人或十二人一组 带着划舱枪聚集在山顶 在两艺里之外 仔细地戒备 等到我们的军队 冲进他们的丛林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行动 野蛮人下山迎战 狡猾地引诱我们 处处射服 每次狙击之后 必然撤退 他们的武器是闪亮的划舱枪 没有看见任何人手持弓箭 这些人赤身裸体 只戴着腰部 身上漆着红彩 我们看到 他们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 每块耕地旁边都住有毛屋 他们有公牛 我数了一数 有十四头在沙滩的吃草 因此这些土著跟汉人所描述的完全不同 汉人以为原住民是没有头脑的野兽 但实际上原住民比这些汉人所描述的还要可怕得多 感谢观看